hello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萧然 今天又是一期清氧结合类型的节目 有观众在留言区问我关于生卡延迟的问题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单独做成一期节目 很多新手朋友在买了生卡之后 不知道关于Buffer Size这个选项该如何去选择 所以今天本期节目来给大家聊聊这件事 Buffer Size呢又叫做缓冲区间 也叫做缓冲区 缓冲区大小呢是电脑处理传入的音频信号所需要的样本数 当然这个是指的是时间的问题 更大的缓冲区间大小呢会导致更大的延迟 缓冲区设置的越大延迟就越大 理论上来讲的话缓冲区大小除以采样率等于延迟 那你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我 我把缓冲区设置的越小呢延迟必然会更小 理论上来讲是这样的一点毛病都没有 但是实际上呢还是回归到我们的概念里边 设置的越小之后CPU的压力也会随之变得更大 这个东西就相当于是啥呢 它是一个流水线的一个作业台 上面的话你优格要给你打螺丝 打完螺丝这个东西才能够变成一个成品 这个就相当于它传送带传的快或者是慢 如果说你优格在这边打螺丝 你设置的比较慢的话 那你这边出货的速度就会比较慢 如果你设置的这个传送带的速度会比较快的话 那你优格打螺丝的速度也得跟得上 但是你优格它是特定的速度 你优格不能够说因为你传送带传的比较快之后 你优格处理的速度也会变得比较快 对吧 这时候就要看你你到底你有几个优格 如果说你在这个流水线上面 我安排了两个优格 那我优格我打螺丝的速度就会提前加快 这就是你的CPU变得更强了 对吧 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啊 那电脑呢 它就相当于是个人一样 处理的信息它会越来越多的话 那人也会随之崩溃 那他就会喊 我不玩了玩不起了 那干啥了 开始跟你俩扬沙子了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什么状况呢 他就会给你往里头掺沙子 玩不起了 扬沙子了吗 这时候你就会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 这也是一些用户听到暴斗的声音 噼里啪啦的声音的来源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再顺手看一下CPU占用 大概率已经顶格了 所以到底要设置到多少的缓冲区 变得非常的重要 前半段的内容告诉你什么是缓冲区 并且告诉你呢 不是设置到越低越好 问题来了 我们到底该设置到多大的缓冲区 这个问题被我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你需要声音实时的反应 以及实时的声音回馈 比如直播 K歌等常见情况 这种情况下的话 建议你优先设置到128Hoffer 或者256Hoffer 你电脑配置好的话 就可以设置到128Hoffer 如果你电脑配置不好的话 建议你设置到256还是比较稳妥的 基本上实时的延迟时间 大多数在十多毫秒 或者是20毫秒左右的话 你感知不到很明显的延迟 第二种情况的话 我不需要实时的反馈 比如编曲等一些这种情况 这种的话 大概率是不需要实时反馈的 那么可以允许计算机有一定的处理时间 那么优先建议可以设置到越大越好 比如512或者1024甚至2048都可以 这样的话可以示范更多的CPU资源 供我们的电脑的一些软音源去进行占用 所以缓冲区间并不是设置的越低越好 当你调低的时候 你也得摸摸你自己的电脑 问问他有没有那么牛逼的性能 那么这时候问题来了 延迟大小和什么有关系 我觉得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从刚才的概念可以知道 第一个方面就是CPU的牛逼程度 CPU的处理能力在这部分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么你可能会问了 那我是不是得配个特牛逼的CPU 就能够把缓冲区间拉到最低了 答案很明确的告诉你 不是这样的 电脑是要实时处理和响应的 你不能够保证 CPU的实时运算的性能 一直都会给你生卡分配到最高的优先级 所以你还是会遇到以上的情况 CPU如果占用比较高 那又会羊杀子了 第二种情况的话 生卡固件和底层的缓冲区间优化的问题 这也是一些音频区的博主愿意给你讲的内容 但是这些博主只能328分区间底下说事 说在328分底下的延迟比较低 那这不废话吗 所以32底下并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但是这一部分的生卡固件和底层的优化 也有一部分的关系 但是关系并不大 所以各位在买生卡的时候 只要是主流的一些产品 不需要太在乎延迟这个问题 也并不像一些博主所说的 我到了多少多少低的延迟的生卡是好生卡 没到的时候坏生卡 就一般而言目前行业内基于FPGA的延迟会比一些常见的XMOS系列 以及ARM系列重挡要好一些 比如ARME 这也是众所都周知的基于FPGA的在512底下的实测 相当于一部分生卡的256 当然这更依赖于ARME多年的底层优化 所以结论就是和生卡以及固件有关系 但并不是很大 第三 关于延迟该如何正确测量 很多博主会拿DAW上面的输入延迟加上输出延迟 告诉你这是输入加上输出的总延迟 但是实际上真正测量的情况 要远比这两个数值加起来要大一些 这也只是一个理论值 实际的测量方式 需要把模拟接口的输入端和输出端要穿起来 然后去进行测量 但是会远比这两个理论值加起来要大一些 当然这也只是代表他自己的这块生卡 加上这套电脑在这套配置底下的延迟 到了你的电脑上的延迟 还是不是这样 这个不一定 所以这部分的内容也仅供参考 可能是一些博主的素养不够 不知道该如何正确测量 不知道的哥们也就教教你 以下是我用的一款生卡 实际测量的延迟和输入加上输出总延迟的差别 大家自己在网上看视频还是多留个心眼吧 基本上测量也不是他那么测量的 第四 到底要不要在意这一块的内容 很多厂商越来越在这一块发力 说我们的极限延迟能够达到多低多低 很多都只是给你举了极限情况下的延迟 但是当实际上你买回去之后发现 也没牛逼多少 所以我的观点就是 没必要太在意这一块地方 你要真那么在意延迟的话 我更建议你先优先 先配好你电脑 纠结生卡 这一块内容没有太大必要 好了 这就是本期的节目内容 感谢你收看我们的节目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